《红楼梦》 第32色 寻方庆生辰 却说香云因多罚了两杯酒 喝醉了 沃于一个青石板凳上睡着了 被众人叫醒后 回到红香浦中 探春忙命将醒酒时给他闲在口中 又吃了两杯浓茶 方才觉得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给凤姐儿送去 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 宝钗等吃过点心 大家也有做的 也有利的 也有在外观花的 也有以兰看鱼的 各自取变 收效不一 探春便和宝钦下棋 宝钗 秀颜关局 这时探春因一块棋受敌 算来算去 总得了两个眼 便折了关肘 两眼直瞅着棋盘 一只手伸在河内 只管抓棋子坐下 黛玉和宝玉站在一簇花下 遥遥盼望 黛玉道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 差不多的人 若叫他管事 早做起微服来了 宝玉道 你不知道呢 你病着时 他干了几件事 这个园子也分了人管 又免了几件事 但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 黛玉道 要这样才好 咱们也太废了 我虽不管事 心里常替他们一算 出得多 劲得少 弱不生减 逼之后手不接 宝玉笑道 凭他怎么后手不接 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黛玉听了 转身就往厅上 寻宝钗说小句了 宝玉正欲走时 只见习人走来 手内捧着一个洋气盘 里面放着两杯新茶 道 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 特到了两杯来 他又走了 宝玉指着黛玉背影道 那不是他 你给他送去 说着 自拿了一杯 习人便送了那杯去 偏他和宝钗再一处 值得一杯茶 便说 哪位喝时哪位先接了 我再倒去 宝钗笑道 我只要一口数数就是了 说着 先拿起来喝了一口 剩下半杯 递在黛玉手内 习人笑着要再倒去 黛玉笑道 大夫不许我多吃茶 这半杯尽够了 说必应该 将杯放下 习人又来接宝玉的茶杯 宝玉音问 这半日不见方官 他在哪里呢 习人四顾一瞧 说才在这里的 几个人窦草完 这惠子不见了 宝玉便忙回房中 不见方官面向里 睡在床上 宝玉推他道 快别睡觉 咱们外头玩去 你惠子好吃饭 方官道 你们吃酒 不理我 叫我闷了半天 还不如睡觉罢了 宝玉拉了他起来 笑道 咱们晚上家里在吃 回来我叫习人姐姐 带了你桌上吃饭 何如 方官道 偶官 瑞官都不上去 但我在那里 也不好 若是晚上吃酒 不许叫人管着我 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 宝玉道 这可容易 宝玉仍往红香浦 寻众姐妹 方官在后 拿着金山 刚出了院门 只见习人 秦文二人携手回来 宝玉问 你们做什么呢 习人道 摆下饭了 等你吃饭呢 大家来置厅上 依序坐下吃饭 外面小卢和香灵 方官 瑞官 欧官 窦官等四五个人 满园玩了一回 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 坐在花草堆里冻草 这个说 我有观音柳 那个说 我有罗汉松 那个又说 我有君子竹 这个又说 我有美人教 这个又说 我有星星翠 那个又说 我有月月红 这个又说 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 那个又说 我有琵琶记里的琵琶果 刀官便说 我有姐妹花 香灵便说 我有夫妻会 刀官说 从没听说有个夫妻会的 香灵道 一个见一个花叫做蓝 一个见几个花叫做会 上下结花的为兄弟会 并投结花的为夫妻会 我这只并投的 怎么不是夫妻会 斗官没得说了 便起身笑道 你汉子去了大半年 你想他了 便拉扯着会上 也有夫妻了 好不害臊 香灵红了脸 忙要起身拧他 笑骂道 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 满口胡说 斗官见他要站起来 怎肯容他 连忙扶神将他压住 回头笑着央告瑞关等 来帮着我拧他这张嘴 两个人滚在地下 众人拍手笑说 了不得了 那是一挖紫水 可惜弄了他的的新裙子 斗官回头看了一看 果见旁边有一网积水 香灵的半条裙子 都污湿了 自己不好意思 忙夺手跑了 众人笑个不住 怕香灵拿他们出气 也都笑着一哄而散 香灵起身 低头一瞧 见那裙上 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 正恨马不绝 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 也寻了些草花来凑戏 呼见众人跑了 只剩了香灵一个便问 怎么散了 香灵说 我有一只夫妻会 他们不知道 反收我周 因此闹起来 把我的新裙子也糟蹋了 宝玉笑道 你有夫妻会 我这里倒有一只病帝连 口内说着 手里真个粘着一只病帝话 又粘了那只夫妻会 在手内 香灵说 什么夫妻不夫妻 病帝不病帝 你瞧瞧这裙子 宝玉低头一瞧 哀哑了一声 说 怎么就拉在泥里了 可惜 这十六红灵 最不惊染 香灵道 这是前秦姑娘带了来的 姑娘做了一条 我做了一条 今儿才上身 宝玉跌脚探道 这些秦姑娘带来的 你和宝姐姐 每人才一见 她的上好 你的先弄坏了 岂不辜负她的心 还有姨妈老人家的嘴碎 这叫她看见了 又说你们只会糟蹋东西 香灵听了这话 却碰在心坎儿上 笑道 就是这话 我虽有几条新裙子 都不合着一样 若有一样的 赶着换了也就好了 宝玉道 席人上月做了一条 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她应有效 也不穿 送了你换下这条来何如 香灵笑着摇了摇头 宝玉道 这怕什么 等她笑满了 她爱什么 难道不许你送她别的不成 况且不是瞒人的事 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 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了 香灵想她说的有理 点头笑道 就是这样罢了 别辜负了你的心 等着你 千万叫她亲自送来才好 宝玉听了喜欢非常 茫茫走了 宝玉心下暗想 可惜这么一个人 没父母 连自己本性都忘了 被人拐出来 天又卖给这个霸王 音又想起 上次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 今儿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 宝玉胡思乱想地来至房中 拉了席人 细细告诉了她缘故 香灵之为人 无人不怜爱的 席人又是个手中洒漫的 况于香灵相好 一闻此信 忙就开箱取了出来 随宝玉来寻香灵 见她还站在那里等呢 席人笑道 我说你太淘气了 总要逃出个故事来才罢 香灵红了脸 笑说多谢姐姐了 谁知那起促侠鬼使的黑心 说着接了裙子 展开一看 果然和自己的一样 又命宝玉背过脸去 自己相得解下来 将这条记上 席人道 把这烟腾的给我拿回去 收拾了给你送来 你若拿回去 看见了 又是要问的 香灵道 好姐姐 你拿去 不拘给那个妹妹吧 我有了这个 不要她了 席人道 你道大方的狠 香灵忙又拜了两拜 道谢席人 席人拿了那条 泥屋了的裙子就走 香灵见宝玉 蹲在地上 用树枝儿挖了一个坑 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 将方才夫妻 慧玉并地帘安放上 又将些落花来掩了 方土埋平符 香灵拉她的手笑道 这又叫做什么 怪到人人说 你会鬼鬼祟祟 使人肉麻呢 还不快洗手去 宝玉笑着 方起身去洗手 香灵也自走开 二人移走了树步 香灵负转身回来 叫住宝玉 红爪脸道 裙子的事 可别和你哥哥说 宝玉笑道 可不是我疯了 往湖口里探头去呢 宝玉回至房中洗手 应和席人商议 晚间吃酒 大家娶乐 不可拘泥 如今吃什么好 早说给他们备半句 席人笑道 你放心 我和秦文 摄月 秋文四个人 美人五钱影子 方关 碧痕 春燕 四儿四个人 美人三钱影子 早已交给了刘嫂子 预备四十叠果子 我和平儿说了 已经抬了一罐好绍兴酒 藏在那边了 我们八个人 单替你做生日 宝玉听了 喜得忙说 他们哪里有钱 不该叫他们出财室 秦文道 他们没钱 难道我们是有钱的 这原是个人的心意 哪怕他偷的呢 只管领他的行就是了 宝玉听了 笑说 你说的是 习人笑道 你这个人 一天不挨他两句 硬话孙女 你再过不去 秦文笑道 你如今也学坏了 真会调三窝四 说着 大家都笑了 宝玉又令人去关院门 其人笑道 怪不得人说你是吴氏芒 这会自关了门 人倒疑惑起来 索性再等一等 宝玉点头 说 我出去走走 四儿摇水去 春燕一个跟我来吧 宝玉走到外边 阴见吴人 便问吴儿之事 道 上次叫你和柳家的说去 叫吴儿进来 你说了没有 春燕道 我才告诉刘嫂子 她倒很喜欢 只是吴儿那一夜受了委屈烦恼 回去又气病了 哪里来的 只等好了吧 宝玉听了 未免后悔长叹 殷又问 这是习人知道不知道 春燕道 我没告诉 不知方官说了没有 宝玉道 也罢 等跟我告诉她就是了 设臂 傅走进来 故意洗手 一时掌灯十分 听得院门前 有一群人进来 大家隔窗巧事 果见林知孝家的 和几个管事的女人 查上夜的人来了 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 只见一红院凡上夜的人 都迎出去了 林知孝家的 看了人不少 又吩咐 别耍钱吃酒 放倒头睡到大天亮 我听见是不依的 众人都笑说 哪里有这么大胆子 林知孝家的 又问宝二爷 睡下了没有 众人都回 不知道 习人忙推宝玉 宝玉洒了血 迎出来 我还没睡呢 妈妈进来谢谢 又叫 习人 倒茶来 林知孝家的忙进来 笑说 如今天长夜短 该早些睡了 不然 到了明日起迟了 人家笑话 宝玉忙笑道 妈妈说的是 我每日都睡得早 今日阴吃了面 怕停时 所以多玩一回 林知孝家的 又向习人等笑说 该泡些普洱茶喝 习人 秦文二人忙说 泡了一茶缸子女儿茶 已经喝过两碗了 大娘也尝一碗 说着 秦文便到了来 林家的站起街了 笑道 这些时 我听见二爷嘴里 都换了字眼 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 竟叫起名字来 宝玉笑道 我不过是一时半刻 偶然叫一句 是有的 林家的又笑道 虽然在这屋里 到底是老太太 太太的人 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 若偶然叫一声使的 若只管顺口叫起来 怕以后兄弟者照样 就惹人笑话 这家人眼里没有长辈了 习人 秦文都笑说 这可别委屈他 他可姐姐没离了嘴 只是玩时叫一声半声名字 若当着人 却是和仙一样 林家的笑道 这才是读书之理的 说必 带众人 又查别处去了 这里秦文等 盲命关了门 习人道 不用高桌 咱们把那张 花梨圆炕桌子 放在炕上做 又宽硕 又方便 说着 大家果然台外 摄月和四儿去那边 搬来了果子 宝玉说 天热 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 众人笑道 你要脱 你脱 我们还要轮流安息呢 宝玉笑道 这一安息 就要到五更天了 我最怕这些俗套 在外人跟前 不得已的 这晦子还哦我就不好了 众人听了 都说 义你 于是众人且忙着卸妆宽衣 一时将正妆卸去 头上只随便挽着咱儿 身上皆是紧身傲儿 宝玉只穿着大红棉杀小傲儿 下面绿灵弹墨加裤 系着一条旱金 和方官两个先划起拳来 习人等一一针上酒来 说 且等一等再划拳 虽不安息 在我们美人手里吃一口罢了 于是习人为先 端在唇上吃了一口 其余一字下去 一一吃过 大家方团员做了 那四十个碟子 里面自是山南海北 干纤水陆的九串果菜 春艳笑道 依我说 咱们悄悄地把宝姑娘 云姑娘 林姑娘请了来 玩一会子 习人道 又开门合护地闹 躺后遇见寻夜地问 倒不好 宝玉道 怕什么 咱们三姑娘也吃酒 再请她一生才好 还有秦姑娘 秦文 摄约 习人三人说 别人去请 只怕不肯来 须得我们去请 死活拉了来 于是习人 秦文又命老婆子 打个灯落 二人前去 果然宝钗说夜深了 戴玉说身上不好 他二人再三迎求 好歹给他们一点体面 答应过来 音响不请李丸 躺后被他知道了不好 殿命最莫同春宴 也再三地请了李丸和宝琴二人 先后都到了宜鸿院中 习人又死活拉了乡林来 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 方坐开了 宝玉盲说 林未没怕冷 我这边靠板逼坐 习人等都端了椅子 在抗炎下陪着 来与肖像宝钗 李丸 探真道 你们日日说人家夜隐剧毒 今日我们也如此 以后怎么说人 李丸笑道 一年之中不过生日 结尖如此 这倒也不怕 宝玉道 咱们来玩个赞花鸣儿吧 众人都同意 于是秦文拿了一株铅筒来 摇了一摇 放在当中 又取过头子来 承在河内 摇了一摇 揭开一看 里面是六点 数字宝钗 宝玉便笑道 我先抓 说着江桶摇了一摇 伸手撤出一掀 大家一看 只见签上画着一只牡丹 提着燕冠群芳四个字 下面又有捐的小字 一句唐诗 道士 认识无情也动人 下面又住着 在席共喝一杯 此为群芳之冠 随意命人 不拘诗词雅薛 或兴趣一职为贺 众人都笑说 巧得很 你也原配牡丹花 说着大家共喝了一杯 宝钗吃过 笑说 方官唱一曲 我们听吧 方官道 既这样 大家吃了门杯好听 于是大家吃酒 方官细细地唱了一首赏花石 翠凤灵毛扎肘叉 掀踏地门扫落花 才罢 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 眼看着方官 口内颠来倒去念 认识无情也动人 湘芸忙一手多了 撂于宝钗 宝钗又置了一个十六点 数到探春 探春伸手撤了一根出来 字以一瞧 便撂在桌上 红了脸笑道 不该行这个令 众人不解 袭人忙食起来 众人看时 上面一只信话 那红字写着 摇吃仙品四字 石云 日滨红信以云塞 祝云 得此千者 必得贵婿 大家恭贺一杯 再同饮一杯 众人笑道 这有何妨 我们家已有了王妃 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 大喜 大喜 说着大家来进探春 探春哪里肯饮 却被湘云 湘宁 李婉等四个人 强死强火 惯了一中才罢 贪春只叫 免了这个 再行别的 众人断不肯移 湘云拿着他的手 强制了个十九点出来 便该李氏撤 李氏摇了一摇 撤出一根来一看 笑道 好极 你们瞧瞧 竟有些意思 众人瞧那签上 画着一只老梅 写着双小寒字四字 那一面就实事 朱黎毛设自甘心 祝云 自饮一杯 下架之头 李婉笑道 真有趣 你们自去吧 我只自吃一杯 不问你们的 说着便自吃一杯酒 将头过给黛玉 黛玉一致是十八点 便该湘云撤 湘云笑着 宣权鲁秀的 伸手撤了一根出来 大家看时 一面画着一只海棠 提着湘梦沉憨四字 那面诗到时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 夜深二字改十两两个字倒好 众人知他打去日间 湘云醉眠的事 都笑了 湘云笑着那自行船 给黛玉看 又说 快坐上那船家去吧 别多说了 众人都笑了 再看驻云 继云香梦沉憨 撤此仙者 不便饮酒 指令上下两家 各饮一杯 湘云拍手笑道 多弥陀佛 真真好千 恰好黛玉是上家 宝玉是下家 二人真了两杯 值得饮酒 湘云便抓起头子来 依止个九点 竖去该湘云 湘云便撤了根 并地话 提着连春绕锐 那面写着一句旧诗 导师 连离之头花正开 祝云 恫吓彻者三杯 大家陪饮一杯 湘云便又治了个六点 该黛玉 黛玉黛地想到 不知还有什么好的 被我撤着方好 一面伸手取了一根 只见上面画着一只芙蓉花 提着风露 青筹四字 那面一句旧诗 导师 莫愿东风当自戒 再看祝云自饮一杯 牡丹培饮一杯 众人笑说 这个好极 除了他 别人不配做芙蓉 黛玉也自笑了 于是黛玉 宝钗取杯饮酒 黛玉便治了个二十点 该着席人 席人伸手取了一只 却是陶花 提着武陵别景四字 那一面写着就是 陶红又见一年春 祝云 杏花培一盏 做中同庚者培一盏 同性者培一盏 众人笑道 这一回热闹有趣 大家散来 湘灵 秦文 宝钗三人 且与他同庚 黛玉与他同臣 只无同性者 方官盲道 我也信话 也陪他一中 于是大家争了酒 黛玉向探春笑道 命中该招贵婿的 你是信话 快喝了 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 这是什么话 大嫂子顺手给他一巴掌 礼完笑道 人家不得贵婿 反挨打 我也不忍心 众人都笑了 袭人才要知 只听有人叫门 原来是学姨妈 打发人来接黛玉的 众人应论 挤更了 宝玉要过表 瞧了一瞧 已是出二可十分了 黛玉便起身说 我可撑不住了 回去还要吃药呢 众人说 也都该散了 西人 宝玉等 还要留着众人 李丸 探春等都说 夜深了 这已是破格了 西人道 既如此 每位吃一杯再走 说着 秦闻等 已都真满了酒 每人吃了 都命点灯 西人等 骑送过 进方亭河那边 方回来 关了门 大家附幼 行起令来 西人等 又用大钟 蒸了几钟 用盘子攒了 各样果菜 与地下的老妈妈们吃 彼此有了三分九 便划拳迎唱小曲 直到四更十分 九更已进 众人方收拾 灌输睡觉 方官吃的两塞 胭脂一般 没烧眼角 添了许多风韵 身子动不得 便睡在西人身上 说 姐姐 我心跳得很 西人笑道 谁叫你尽力惯呢 春宴 四儿也动不得 早睡了 秦闻还只管叫他们起来 宝玉道 不用叫了 咱们且胡乱歇一歇 自己便身子一歪 就睡着了 西人恐方官吐酒 就将他扶在宝玉之侧 由他睡了 自己却在对面踏上倒下 大家一觉 睡至天明 西人睁眼一看 只见天色精明 芒说 可迟了 宝玉已翻身醒了 西人又推方官起身 见方官坐起来 还发正揉眼睛 便笑道 不害羞 你喝醉了 怎么也不捡地方儿 乱挺下了 方官瞧了瞧 方知是和宝玉同踏 芒笑着下地说 我怎么却说不出下半句来 宝玉笑道 我竟也不知道了 若知道 给你脸上抹些黑幕 说着 丫头进来 伺候舒喜 宝玉笑道 昨日有扰 今日晚上我还洗 西人笑道 爸爸 今日可别闹了 再闹就有人说话了 宝玉道 怕什么 不过才两次罢了 咱们也算会吃酒了 一坛子酒都吃光了 西人笑道 原要这么着才有趣儿 尽了信 反无后卫 昨日都好上来了 秦文连骚也忘了 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儿 似而笑道 姐姐忘了 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 在习的谁没唱过 众人听了 举红了脸 用两手捂着 笑个不住 忽见平儿笑嘻嘻地走来 说 我亲自来请昨日在习的人 今日我还冬 短一个也使不得 众人忙让座吃茶 秦文笑道 可惜昨夜没他 平儿忙问 你们夜里做什么来 习人说 告诉不得你 昨日夜里热闹非常 连往日老太太 太太带着众人玩 也不及昨儿这一玩 一滩酒 我们都鼓到光了 一个个喝得把骚都丢了 又都唱起来 刺更多天 才横三竖四地打了一个盹 平儿笑道 好 白河我要了酒来 也不请我 还说给我听 气我 秦文道 简她还喜 彼此来请你 你等着吧 平儿笑问道 她是谁 谁是她 秦文把脸飞红了 赶着打 笑道 偏你这耳朵尖 听得真 平儿笑道 呸 不害臊的丫头 这会自幼是 不和你说 办完是在打发人来请 一个不到 我是打上门来的 宝玉等忙留他 已经去了 这里宝玉梳洗了 正喝茶 忽然看见 燕台底下 压着一张纸 问道 燕台下是什么 秦文忙起焰拿了出来 递给宝玉看 原来是一张 粉红尖纸 上面写着 看外人 妙语攻速 摇口方尘 宝玉看臂 直跳了起来 忙问 是谁接了来的 也不告诉 思而忙跑进来 笑说 昨儿妙语打发 跟妈妈送来的 我就搁在这里 谁知一顿酒喝的 就忘了 众人道 我当是谁 大惊小怪 这也不值得 宝玉忙命 快拿纸来 当下拿了纸 沿了墨 看他下着 砍外人三字 自己竟不知 回个什么字样 才相敌 想了半天 仍没主意 便来寻待遇 刚过沁方亭 忽见秀烟走来 宝玉问姐姐哪里去 秀烟笑道 我找妙语说话 宝玉诧意道 她为人孤僻 不合时宜 万人不入她的墓 原来她推重姐姐 竟知姐姐不是我们遗留俗人 秀烟笑道 她曾在盘乡寺修炼 我家拎了她庙里的房子 住了十年 我所认得的字 都是成她所受 因我们投亲去了 闻得她因不合时宜 全是不容 净投到这里来 如今我们得遇 就行净位改义 更胜当日 宝玉习得笑道 怪道姐姐举止言谈 超然如也贺贤云 原本有来历 我正因她一件事为难 要请叫别人去 如今遇见姐姐 真是天元凑合 求姐姐指教 说着便将拜帖 取给秀烟看 秀烟只管用言上下 细细打量了半日 方笑道 如今她自称 坎位之人 是自卫倒于铁坎之外 顾泥直下 坎内人便合了她的心了 宝玉恍然大悟 笑道 怪道我们家庙 说是铁坎似的 原来有这一说 姐姐就请 让我去写回店 因饭后平儿还洗 说起红香谱太热 便在鱼音堂中 摆了几席新酒佳肴 可喜游士又带了佩凤 邪乱二妾过来游玩 这二妾亦是青年娇悍女子 不常过来 金玉见香云 香灵 方 锐一干女子 也不管游士在那里 写同众人收效不了 当下众人都在鱼音堂中 以酒为名 大家玩笑 命与仙儿几股 平儿采了一支韶药 大家约二十来人 传花为令 热闹地玩了起来 要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偷取游二姐